就在前几周,美国联邦政府总务管理局去韩民主党拜登团队,通知他们可以正式展开过渡工作,并且还大笔一挥批了大几百万美金的过渡费。 特朗普虽然依旧不认输,但是也表示,既然要过渡,那就该怎么配合就怎么配合吧。 所以,美国总统的权力交接究竟涉及哪些工作呢?为什么这么重要,且还要花费如此高昂的费用? 美国总统换届的过渡交接工作,主要是一个执行团队将重要信息和职责交接给下一个执政团队,确保总统当选人及其执政团队在进入白宫时立即上手。 美国联邦政府总务管理局负责协助下一个执政团队接手工作,协助的内容包括提供资金、办公室空间、设备和技术。 过渡交接的过程通常需要11个星期,从总统当选人渗出开始,一直到隔年的1月20号新总统就职为止,并不是只有总统一个人的工作需要交接。 据总统过渡中心表示,新总统上台带来大大小小约4000名政务官和幕僚人员需要接受工作。 在这繁多的工作交接中,有其中三件比较大的事情,那就是人事职位的安排,听取工作简报,以及规划总统当选人密集的行程。 人事职位安排非常容易理解,并且,拜登已经开始任命一些重要的人事职位,但过渡工作会协助每一个新的政府部门领导人进入工作状态。 新政府带来的大约4000名政务官和幕僚工作人员当中,有大约1200名职位需要得到参议院的确认才能上任。 过渡期间,政府将负责提供这些人的背景资料。 今年还发生了新冠病毒疫情,拜登已经表示在过渡期间,他需要美国卫生部门更多的配合,全面掌握美国公共卫生情报。 接下来就是听取工作简报。 拜登现在每天都会听取安全简报,掌握美国国家安全的机密情报, 确保新政府上任后能够应付任何情况。 这件事可谓是重中之重。 2000年的时候,美国也有总统选举,小布什2001年上台,当年发生了911攻击事件。 后来的调查报告发现,2000年总统选举之后,因故延误的政权过渡交接工作, 或许导致了布什政府未能预防攻击事件发生。 由此可见,让下一任总统以尽早的可能性了解与国家安全所有的情报,是多么的重要。 至于规划总统当选人的行程,主要就是充分安排即将上任总统的时间, 参加各种和政府官员的会议,做到顾全四方,平稳顺利地完成交接工作。 除此之外,过渡团队通常还会和国务院协调,安排总统当选人和外国领导人通话。 在此之前,拜登的团队只能通过非正式渠道和外国领导人通话。 但从现在开始,他可以使用美国政府的电子邮件信箱,以及保密安全的通信。 除了这些之外,下届政府也可以分配到办公空间和设备,以准备进入白宫后的生活。 在过去几次的总统大选之后,总统当选人和配偶可以进入白宫参观, 并提供他们未来入住后喜欢的装潢建议,但这更多属于惯例而非法律要求。 这届大选的交接工作,一直到投票三周后,美国总务局才正式发出通知。 这其实主要是为了给特朗普政府提供了拖延的机会,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 因为按照美国法律,只要出现明显的慎选者,美国总务局就必须开始过度交接工作, 但法律没有规定具体日期。 相比之下,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总务局在第二天就发函确认特朗普慎选,远比官方结果更早。 而特朗普隔天就前往白宫拜访奥巴马。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大几百万的过渡费由谁来买单。 过度交接工作所需资金由政府公款和私人资金共同提供。 一旦总统当选人收到总务局信函,联邦政府就会拨款700万美元, 不足的部分通常由总统当选人的募款支付。 纽约时报报道说,拜登在11月初就为过度交接工作筹到700万美元, 在那之后他还继续向支持者募款,所有这些资金都将被用来支付总统过度交接期间花费的数百万美元款项。 由此可见,美国换个总统还真是个费钱的事儿。 且不说竞选拉票期间花掉的不计其数的竞选经费, 就连胜选之后还会有几百万的账单等着你。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我们下期再见哦。